大家好 我是阿珍 今天这些视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使用CS这个软件的过程当中 一些非常实用的小技巧 如果你是一个新手 看完这个视频 可以大大的提高你的绘图效率 如果你是一个老司机 我相信这里面也有可以给你带来 新的敏感的绘图技巧 或者改善你的工作流程 我在CS的系统课程里面也讲过 CS这个软件的小技巧实在是太多了 要我整理100个我也整理得出来 实际上我已经整理了40多个 考虑到视频长度 我们这一期先分享10个 如果你们想学习更多的CS小技巧 记得给这个视频刷几百条弹幕支持一下 我们接下来再安排几期 当然也不要忘记你的一键三连支持哦 这对于这个频道的持续发展非常的重要 OK 我们直接进入正题 好 第一个就非常的硬核 我们应该经常看到这种竞赛风格的总平面图 它们这个植物随机的摆布 然后也是真实风格的 非常的好看 那么我们怎么快速的去画出来这样子的图子 实际上是有一些小技巧的 首先我们到这个设计小教室的官网 DesignD的.top 上面有一些免费的素材 我们去下载 有这个竞赛风格的材种参考图 然后有秋天的平面数的PNG 然后我们点进去 我们把这个课件下载下来 好 我们在PS里面打开这张PNG的图片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图层 Ctrl加J复制一层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复制出来的这层 眼睛给它隐藏掉 然后我们针对图层一 我们按快键Ctrl加L 我们直接调这个射接 我们在这个下面这个拉杆 给它拉到最头 好 确定 然后呢我们按快键B哈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去按一下这地方 如果默认的是画笔工具呢 不对 我们要去选到这个混合器画笔工具 好 然后呢 编辑 定义画笔预设 确定 好 这个画笔预设我们就给它做好了 做好了之后呢 我们点开它的眼睛 点开这个图层一的眼睛 我们把这个下面这个先隐藏一下 好 这个时候鼠标选到图层一拷贝上面去 然后我们把这个 我们刚刚立的这个画笔 给我们这个图案给它重叠一下 地方 注意一下这个地方你要去用眼睛观察一下 刚好跟你原来这个图案重叠 然后这个时候按住鼠标out键点一下 好 这个时候就把这个图案给吸过去了 那么我们怎么去用这个文件呢 我们Ctrl加N新建一个 然后确定 好 然后我们再新建一个图层 好 我们把这个画笔的稍微调 调小一点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屏幕上去画 你看你点一下这地方 它这个就是一棵树 这样子就出来了 非常的方便 那么我们怎么更快速的去种这个树了 我们再新建一个图层 我们把这个图层隐藏掉 我们按F5快点键 然后呢我们去调整一下这个画笔 我们去调整一下这个形状动态 我们把这个大小抖动给它开一下 然后我们把画笔底间形状 我们把这个间距调大一点 好 我们把形状动态 大小抖动再开大一点 好 然后呢 这个角度抖动 你给它开一下 好 它就不同的角度 然后把闪布给打开 好 这个时候 我们在这个屏幕上面 我们再去画 这地方我直接画一条直线过来 这样子你看得清楚一点 画一条直线 画出来它这个树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再画一条直线 你看你一画过去这个地方 很随机的这个树的感觉就出来了 然后如果顺调给它添加阴影 这个地方样式去添加投影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的不透明度 然后距离扩展 这些你可以稍微的去调整拉一下 那么这个样子是不是非常快的 就可以去种出来这个树 你看这种树的感觉 实际上你用这种技法 非常快的就可以把这个树种出来 第二个鼠标滚轮缩放 就我们在做图的时候 我们会经常这样子放大缩小放大缩小 去观察这些图的这个细节 就是我们去观察不同的这个角度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经常需要对这个图放大缩小 PS它其实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放大缩小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按Ctrl加加号 它可以去放大缩小 Ctrl加减号可以放大缩小 我们按住Ctrl加空格 我们用鼠标左键去单击 它也可以这样子放大缩小 但是这些都不够方便 我们最方便的就是用鼠标的滚轮 直接用鼠标的中键滚轮去滚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它不是PS默认的 我们需要去修改 我们按Ctrl加K 然后在工具这个地方用鼠标滚轮 这个地方缩放把这个勾上就可以了 然后确定 然后这样子你用鼠标滚 滚到哪儿它就放到哪儿 鼠标它以你鼠标指针的位置为中心点去缩放 这样子就非常的方便 第三个制作无缝贴图 比如说我们这地方有一个总图 那么这个周边都是草地 那么我们给大家提供了这个草地的 这个无缝贴图的这个纹理 那么按照常规的做法 我们可能把这些纹理直接拖到PS里面去 有时候这个图一拖进来 好它这个比例太大了 然后我们这方手工的去调 好比如说你调到这么大 缩小了之后 跟这个建筑差不多大 好这样子如果说你要去把整个场地铺满的话 你就得这样子去复制对吧 一块块的复制 好第一块复制好了之后 我把这两块一起选中 然后一起选中之后 按out键再去给它拖一块出来 这个地方你可能再把这四块一起选中 然后再去复制 好 然后再把这八块一起选中怎么复制 反正这个地方你去慢慢的复制 你可以把它拼得出来 那么有很多这种教程都是这样子教的 实际上我们有更快的方法 这地方我们可以去制作一个自己的无缝贴图 我们先把这个删掉 那么我们直接把这张图在PS里面打开 打开了之后 我们直接按快键 Ctrl加A Ctrl加A把它全部选中 选中了之后 我们在编辑这里有一个定义图案 这地方定义图案 那么这个名称 你可以去给它设置一个 比如说我们的草地纹理确定 我们CtrlD可以取消了 然后在总图这张图里面 我们可以去新建一个图层 或者说你用下面的空白的图层也可以 我们这地方新建一个图层 好 这个空白的图层 我再给它填充一个白色 Ctrl Delete 然后我们这地方用FX这 我们有一个图案叠加 这个地方我们就去选择 我们刚刚最后自定义的 因为我之前定义过 所以这方有重复的 它PS默认的有一些图案 你也可以去试一下 我们选择最后一个 我们的草地的纹理 好 选择它 然后这地方我们给它一个缩放的值 这地方太小了 可能缩放的 我们给它一个40%50%左右 你可以手动去输入一个数值50% 好 这样子确定 整个场地 你就铺满了一个草地的纹理 那么你在基础上 也可以对它去进行进一步的操作 去做什么局部的加深减弹什么的 那么这个纹理 实际上你现在是修改不了的 你要去调整这个草地的颜色 就调整不了 这个地方有一个小技巧 你新建一个图层 然后把这两个图层 Ctrl加E合并 这地方这个草地 就变成了单独的一块了 我们可以看这个草地 好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可以去调整它的颜色 比如说我们去按Ctrl加M 调一下 它这个草的颜色就可以调了 好 这个后续的我们就不讲了 这个是制作一个无缝贴图的一个小技巧 第四一个快速的平移图片 平移图片 它的有快键是H 就是你变成这个抓手 可以这样子去拖它 虽然这样子也已经很快了 但是我们还有个更快的方法 就是我们的平时的鼠标 比如说我们默认的 用这个移动工具什么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直接按住 键盘上的这个空格键 它这个鼠标默认 就会变成这个抓手 就这样子 你就可以直接去移动它 你什么快键都不用按 你只要这个左手大拇指按住这个空格 你会去平移它 是不是非常的酷 第五个 是对这个平移工具的一个加强 就是我们去放大缩小这个图片的时候 你们可以观察一下 就是如果说我把这个图片 平移到这个地方来 我这样子去缩小 我们在这个天空这去缩小 来缩小缩小 突然这个图片 它会整个一起弹到这个画面中间 这个很不舒服 你看 我们本来是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个天空这个角 这我们去缩小缩小缩小 说了说了 突然这个图片一下就 咚的一下就弹出来了 这个很不舒服 而且在这个 而且在这个图片 它整个充满我们这个屏幕的时候 你是不能去用这个抓手的 我们按住这个空格键 我们左手大拇指 按住这个空格键 我们去抓这个图片 你看抓不动了 只能在这个图片 就是放的更大的时候才能抓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有一个快捷的方式 我们按Ctrl加K 然后点到工具 然后把这个过界勾上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 我们看 把手我们放到这个角落这来 我们怎么去缩小缩小 你看 它不会咚的一下 这样子就跑过来 这个它仍然保持了这个地方 在我们这个视觉的中心上 这个就非常的舒服 而且当你的图片 全部充满了你的屏幕的时候 你一样的可以这样子去抓它 这个非常的方便 这个非常实用 这个第六一个自动选择 就当我们做图 做到后期的时候 像我们的这个里面图层特别多 但我这个还不算特别多的 当你的图层特别多的时候 你经常就不知道 去选择哪个图层 因为很多人他的这个图层 命名习惯也不相当好 比如我这些导入进来的素材 他就是用了他这个素材本身的这个文件名字 那么这个时候我想要去移动这个人的话 其实如果说你不去勾选这个自动选择的话 不太好选择 那么PS这个地方它顶上实际上提供了一个 自动选择的这个功能 那么很多传统的用PS用户 它是这样子的 他把鼠标了放到这个地方去 然后按右键去选 看这地方有哪些图层 然后去选对应的这个图层 然后去移动它 像你直接把这个自动选择这个勾上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要去移动这个人 我只要把鼠标点一下 点到这个人背上 他就自动选择到这个图层上面去了 我点到这个人的背上 他就自动选择到这个人的这个背上去 我选择这个小孩身上 他就跑到这个小孩这个图层上面去 我就可以直接拖动他 这样子非常的方便 第七个使用猛板 我在系统教程里面一直强调 我们在做图的时候 要尽可能的保留图片原始的信息 这是一种做图的思维方法 这样子你后面需要反复调整 都可以改回来 在这种理念下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使用猛板 比如说我们要给这个线稿 背后天空去增加一个这个颜色对吧 好我们去拖一张这个图片进来 比如这个图片我们把它放到这 好我们去调一下这个位置 好比如说第一次我调整 我觉得这个样子差不多了 好 那么按照常规的这个做法 可能有些人他就这样子三个画这个图层 好然后我们在图层1里面去做一个选区 然后把这个选中 然后反选看出shift加i 然后把这个图片多余的部分删掉 delete就删掉了 好这个样子 你看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说这个天空的位置 我们不理想 我们要调整怎么办呢 你这个时候你去按这个ctrl加t 这个天空 它的这个已经变成这种锯齿状了 跟你的这个建筑的轮廓是一样的 你这个时候放大缩小就完了 对吧 你又得重新的去把那个图片置入一次 你重新的去把拖进来 然后再去调位置再去调整 那么实际上这种是一种非常落后的这个工作流 那么实际上我们推崇的工作流程是这样子的 我们把这个图片拖进来 拖进来了之后呢 我们先去大概的调一调位置 比如说这差不多我觉得满意了 这个时候我们直接选中图层1 我们把它的天空选区选出来 好选去了之后 我们直接给这个图层添加一个蒙版 好 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对这个天空的位置不满意 你还可以去对它进行进一步的调整 因为这个蒙版只把蒙住了对吧 这个图片它还是完整的在这个地方 它的所有的信息都是保留的 那么这个就是一种更优化的工作流程 那么说到这里了 第八一个与它相关的就是 图层蒙版与图层之间的链接取消 那么我们要去调整它 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个时候要去调整它 我们按Ctrl加T 虽然这个图片是完整的 但是你去调整的时候 它的蒙版信息跟它是一起联动起来的 这个时候我们直接要点一下这个锁 好 这个时候你在单独选中这个图层 好 然后你去调整它 Ctrl加T 你不管怎么调整 这个地方它都会在这个建筑的后面 它这个蒙版把它蒙住了剩下的部分 这个时候你随心随意的随便怎么去调整就可以了 好 这个就非常的方便是吧 第九一个快速调整图层顺序 这地方我们有四个图层 它们之间是有一个相互的这个顺序的 就是一二三四 这样子依次排上去的 那如果说我想让这个黑色的往上移一层 我们实际上有个快键Ctrl加这个方括号就可以了 好 它就上移一层 好 我们让它再上移一层Ctrl加方括号再上移一层 如果说我们想让它往下移一层 按Ctrl加左方括号 想让它上移按Ctrl加右方括号 这个非常的easy 如果说我们想让它直接自顶 比如说这个红色的现在在最底下的 我们按Ctrl Shift加这个右边的方括号就自顶了 好 如果说我们想让它自顶 比如说这个蓝色的 我们按Ctrl Shift加这个左边的方括号 它就跑到最下面去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那么这个有什么用处呢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图片 我们这个配景人都加的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我还想加一个配景人进来 好 我选择一个人进来 好 这个人比如说它位置应该是这个地方 去看这个水面什么的 好 先把这个它的高度调一调 可能在这个地方 好 我们水平翻转一下 好 这个时候呢 明显了这个人的这个顺序不对对吧 它应该在这个人的下面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比较快的方法 就是你直接把我们这个前景的这个人 你直接把调到这个最上面的图层上面来 就可以按Ctrl Shift加这个右边的方括号 这个人它的顺序就对了 这个在我们做图层的时候 经常会用的 非常的有用 如果说这个人 它跟这个人还有这个什么图层顺序 就是你用这个Ctrl Shift Ctrl加方括号 这样子很快的就可以去把这个图层顺序调对 你不用这样子手动的一个个去拉 去比哪一个在前面 哪个在后面 第十一个 我们在系统课程里面谈到的这个主传滤镜 就是color effect 我们在这个地方把所有的图层 概念一张 Ctrl Alt Shift加E 这地方快点键 概念 好 我们得到一张在这个图之后 我们在这方 锐镜 然后 Lit Collection 然后color effect 这个锐镜 我们在这个网站上也给大家提供了 我们可以直接去下载免费的 我们打开了之后 其实让我们用的最多的 我只给大家说一个 这个漂白肖像 这个 这个漂白肖像 它非常的好用 就是它主要是有一个什么地方好用 它有一个这个漂白效果里面 有一个叫局部对比度 就是其他的东西 你都可以去把这个调的稍微的温和一点 比如说这方饱和度 它这地方降的太多了 我们可以把它拉回去一点 降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对比度 你也可以把它不要那么强 这地方拉回去一些 主要是这个局部对比度 它这个局部对比度是有啥用了 就比如说这地方 这里有一些我们家的污垢的纹理 它会给拉的特别明显 这地方 这个我们等会可以去跟原图对比一下 比如这个什么黑角镜头这些东西 你都可以适当的给它数量少一点 不用那么多 这个太多了 实际上看着也会有点脏 这个画面 然后我们点一下确定 我们看一下 那么它这个主要的区别 就是说在这些地方 就是这个污垢的这些细节 给我们刻画出来了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眼睛来对比一下 这个是原始图片 这个是加了这个滤镜之后的 你看到最主要的区别 就是它把这些细节强化了 就是很多局部的细节 给你刻画的更加明显 这样子会让你的图看起来更有质感 这是我们在做图的时候 经常会用的这个滤镜 它还有很多很多的滤镜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插件的合集 那么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摸索一下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漂白 最后可以让你的效果图 突然一下就变得非常的有质感 怎么样这些小技巧你都学会了吗 没有学会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加入到收藏家 打开PS自己再对着练习几遍 学软件最重要的就是练习 光看不练假把式 如果你想更加系统的学习PS 以及建筑相关的出图工作流程 可以在视频下方的简介当中 找到我的系统课程的合集 如果你想学习更多的PS小技巧 记得在弹幕和评论中告诉我 你们也知道 之前有些课程花了很多的精力去做 但是大家都白嫖 这样子非常打击我们这种知识分享型的UP组 实际上我的大纲都做好了 今天这期由于篇幅先分享这么多 如果反响好的话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